原标题 走进了文明 在考古发现中 专家们出土过不少与火有关的遗迹和文物 但其中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 则是一种打火机 究竟古人是如何制造打火机的呢 下面小编就来给您从头揭秘 本文所有图片全部来自网络 感谢原作者 如侵犯您的权利 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 图片与内容无关 请勿对号入座1996年 河南省的考古专家们 在洛阳孟金县发现了一处石器时代的遗址 并清理出了大面积的房屋遗迹 出土了大量的石器 如石墨 石棒和石斧等工具 另外还有不少制作精良的陶器 同时也确定了该遗址的年代 距今约六千多年 最后将其命名为孟金寨根遗址 砖 家们在清理房屋遗址时 曾出土过一件造型怪异的陶罐 它高约12厘米 口径约4.5厘米 整体是竖腰斜肩的造型 但让专家们感到疑惑的是 这件陶器在中上部和底部均有开孔 直径约为两厘米 为什么古人要给陶罐开孔呢 这还怎么装液体呢 专家们心中的疑问接连而至 一时间专家也搞不清罐子的作用 就根据造型给它起了个名字 视为镂孔器 顾名思义就是有镂孔的容器 虽然名字很贴切 但是并不能体现出它的作用 让人不知所云 后来 源于一次机缘巧合 专家们在一件出土的陶罐中 发现一种黑色物质 展开全文 专家们对黑色物质进行了科学鉴定 发现是没有燃尽的木炭 专家们又疑惑了 古人怎么会将木炭装进罐子里面呢 难道他们不用罐子打水吗 后来在开会讨论时 有专家说镂孔器在出土的时候 里面好像也有类似的黑色物质 但最后清理的时候给倒掉了 根据这条关键信息 专家们便推断镂孔器可能是一件烧火的炉子 但是它体型很小 不太可能用来做饭 专家们思前想后 觉得这可能是一件火种罐 即用来保存火种的 就像是我们现在常用的打火机一样 可以随时随地点火 我们都知道 在石器时代古人取火的方式是钻木 但是这种方式的效率太低 往往是点火五分钟 摩擦两小时 因此古人便发明了保存火种的罐子 为了验证火种罐的猜想 专家们进行了一番实验 首先 按照陶罐的样子 完全一比一地复制了一件一模一样的火种罐 然后从街上买了一些木炭在里面点燃 最后 过一段时候后再观察 结果发现 木炭在里面还一直处于燃烧状态 如果需要火 就对着腹部的开孔吹几口气 于是就有火苗冒出来 对于罐子底部的开孔 专家则推断是用来清理烧完的碳灰 而放木炭则在清理完碳灰之后 从罐口直接放进去 因此就可以长久地保持罐子中的火不熄灭 其实仔细想想 这简直就是一个缩小版的现代蜂窝煤炉 如果古人当时将它再放大一点 那就将蜂窝煤炉了的历史 一下子推到了六千多年前 随着社会的发展 古人从火中罐中受到启发 又发明了火蜇色 其一种可以随身携带的取火工具 通常用黄连制成 从而进一步地提高了用火的便捷性 再后来 由于黄连一燃 便导致它在温度高的时候就会自燃 于是 古人又发明了火连 一种利用火石碰撞产生火星的取火工具 并且现在还有一些高级打火机 还依然沿用这种传统的火石取火 通过这些小小的取火工具 我们足以可见古人无穷的智慧 而这些发明创造的背后 都是来自于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 毕竟没有什么是凭空产生的 其实在考古发现中 类似的这种小发明 小创造还有很多 甚至还有一些对我们今天的生活 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文栏海润工作室主编文秀才 本文撰写 特约历史撰稿人 刘立章的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项洗手 简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